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6次定期大会18号开议 市长威嘉贤在市政报告上表示 他就任第18届花蓮市长即将迈入第4年 秉持着友善宜居、安全便捷、族群共融 还有观光活力四大市政理念要创造幸福有感的家园 而他还提到了日前因为原贵台风外温环流 带来强风豪雨市区发生积水的情形 所幸行政团队支持努力不懈 让乡亲可以安然度过 而未来市长他说他会和行政团队以稳健踏实的脚步 持续来完成运体公共工程 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6次定期大会 10月18号到10月29号一年召开12天 市长威嘉贤针对这半年来市政重点来进行成果报告 包括了市政建设、社福、族群文化、城市外交、观光推动、环境清静等来做详细说明 我们农兵桥的部分其实有非常多的民众在关心 也预计说在明年的8月份能够完成 那目前的进度都是超前的 那再来就是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关心的我们猫头鹰公园 在京风里区的猫头鹰公园 那在这个公园里面我们也征询到非常多家长的建议 那我们也会朝各个家长的反应来做相关的来建制 那我们期盼在学厅前的孩子们都能够符合他们的需求 那很多民众非常关心的一个食物银行的部分 那食物银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食物银行开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那礼拜三跟礼拜五的下午来做盘点 那其他的时间都也欢迎所有的需要帮助的民众 能够到食物银行来领取相关的物资 那食物银行是为我们所有弱势需要帮助的民众来开启的 也非常感谢非常多的公庙社团跟个人跟企业来做相关的捐赠 市长魏家贤感谢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辛劳 还有全体市民配合让花莲的防疫做到滴水不漏 同时市长也感谢工作同仁日以继夜守护花莲市民安全 更感谢代表会支持各项建设预算 让市政建设可以顺利推展 魏家贤强调未来和洗政团队会以稳健踏实脚步 持续完成硬体公共工程 逐步来实现活力城市健康花莲的目标 谢谢徐丽琴 花莲市报道